今天寄了會之後 我將會去順理行政長官 和民政事務部局長徐英偉 建議他要停止這個一刀切 對於體育設施的做法 在他有任何的建議 尤其是關閉設施之前 一定要接觸業界和業界諮詢 我原本想說和體育總會諮詢 不過今天沒有體育總會有人在 我想如果局長想找業界代表的聲音 其實一點都不難 如果他在網上照聘誰希望給業界的聲音 我認為很多人很願意告訴他 如何重開這些設施 然後我很希望局長可以和體育界的運動員 和教練在會面 尋找一個安全訓練的安排和一些抗疫的資助 希望他們不要那麽宏觀 希望他們接觸一些真是既得利益者 即是一些持份者 就不是這樣一個一刀切的政策來做 第三個建議就是我希望他們可以在短期之內容許業界 可以盡快恢復運作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自己本人一直都有質疑 就是你們在普羅大眾都聽到很多聲音 關於封關封關的事 我想各持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本人都有很多疑問 就是在現在這個34種豁免檢疫 甚至乎豁免測試可以任入香港的人 我在這裏有個表在這裏寫了 希望各位傳媒都可以關注一下 令到我們的政府可以再研究一下 這個做法是否對香港來說是真的安全呢 這個包括就是說 在香港往返中國的機組人員 這些人接觸這麼多的不同的地方 他們是否起碼都應該就算豁免檢疫也好 14天也好 是否應該要強制每一次進來香港都要吐嘟口水 起碼做一個測試呢 接著科船員我知道有些新措施 但是如果真的還有一些有限度的船員進來的時候 是否都要吐嘟口水呢 可以確保我們香港人的安全呢 黑船船員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不知道現在還有黑船嗎 接著就是押運貨幣及票據的保安人員 這些我的理解應該就是澳門賭場 還有一些大型的有現金的機構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在這個抗疫的時間 這些人是不…這個方法 不應該用電子的方法用TT去取締了它 為甚麼要做這些人 還有一批人可以這樣出入呢 林鄭就說現在已經縮減到三千人了 但現在不是講人數 現在在講高不高危 如果你不需要三千的可以二千九 二千八、二千七的 是否可以再考慮一下呢 接著有一批就是來往中國的 中黨台重大商業交易的法律執業者 這些人是否可以用Zoom、Skype去做呢 是否必須要現在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 還有甚麼重大交易呢 接著還有這個執業會計師 就前往中國為認可證券市場上市 這些是否也可以用一些電子方法去做呢 接著還有上市公司的董事 因公務來往香港 這樣就慘了 我認識很多朋友 這間公司都幾百億的 但不是上市的 他們就不可以來往 這些是甚麼的政策來的 還有聯交所上市 並以納入恆新指數 恆新中國企業指數的行政人員 我真的看不到這個 對於香港抗疫是有甚麼幫助 然後中國居住中三至中五的學生 這個我可以明白要上學 但為甚麼小學生呢 他們又不豁免呢 然後還有持有航空營運許可證高級管理人員 這些人我希望他們的工作是需要令到我們的運作 尤其是我們的貨 我們需要的食物是可以正常運作 但都掠口水驗一下 好嗎 第34我覺得暫時是非常不必要 所有國安的人員 我覺得這些人暫時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想我概括想說就是 就算最後這34個不能夠說是再減多些 或者減到我覺得最理想的紅色的 應該都不應該缺免呢 起碼你進出香港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有一個測驗呢 我很不明白現在為何在同時間 我們的體育設施要關閉的情況之下 但我們的白手那個保護香港人的措施 都好像似乎有些少矛盾 為何悔有的 很高興 再哪一堂 小旦 餐廳 可以 為何 從 小旦 雖然